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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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提出一个研究 就是说据他们研究人的牙齿 消化系统肠胃系统 人这种动物 本来他的设计是素食的 是穀物的 也就是说他肉食是他们多出来的 而且这是一方面我看到的信息 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说 跟现在的环保确实有关系 说温室效应 我才学到一个科学概念就是碳 注意我们环境中的碳 二氧化碳 现在美国人科学家也提出来了 就是说你要想降低温室效应 降低的污染的程度 那么美国人必须把这个吃肉 说是美国人一天什么吃100公克以上啊什么的 必须把这个肉量降下来 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呢 说是你培养这么一斤肉 是吧 你要花出多少这个植物的东西 他要吃草啊 那么这个东西本身一个是造成资源的浪费 能源浪费 再有一个是增加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你提到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数据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全世界有67亿人口 将近67亿的人口 那牲畜为了就是供养人的牲畜 有60亿的动物 那全世界有38%的粮食 粮食作物全部都拿去喂这些猪狗牛羊 就是要来供养我们的 38%将近40% 就是等于将近40% 美国更可怕 因为美国人太爱吃肉了 美国70%的粮食都拿去喂牛 喂猪 喂这些牲畜了 所以我们去年不是一直在说什么 什么粮食短缺 很多人 非洲的人饿死 这些东西都去哪里了 哎呦 这周先生还真给我们带来好多图表 来做一些科学的图表 这里我们看到14个吃素的 养活14个吃素的 只能养活一个吃肉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要所有人都要猛吃肉的话呢 要14个地球才够 哦 那现在没有14个地球 所以这个地球呢 开始发烧 嗯 发热 你知道他们说一磅肉 需要2万公升的水 才能够生产出来 啊 你要想到他们要喝很多水 他们要洗澡 他们还有排泄物 你还要用很多的水去 就是他们排泄物也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所以你要想一磅肉 2万公升的水 很可怕的 对 其实呢 平常我们听这些数字啊 说实在的大部分肉食者啊 也就是听听而已 是 就他有一种心理就觉得有那么严重吗 或是起人忧天吧 而且呢 好像一般人觉得都不吃肉 我没劲呢 我没劲啊 就是这个肉是个主要热量的一个提提供者吗 那周先生怎么看这个质疑呢 其实人没有吃肉觉得没劲 嗯 这个呢 是一个呃化学反应 我们怎么说呢 因为啊 在肉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们在生物化学里面学到啊 它会产生一种类似像这个兴奋剂一样的化学物质 所以人吃肉觉得有饱足感 不是因为他吃饱 而是因为那个东西在兴奋的作用 吸毒啊 吃肉就是吸毒 是的 所以他一开始忌肉的时候呢 他会非常的觉得很乏 他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他吃素不饱 吃不饱 而是因为没有那个化学物质的刺激 我已经试很多次了 我真的 是真的吗 我一直试的 我一直想把肉戒掉 我一直想的 但是 就是好难 我只能够降低我吃肉的数量 然后不要尽量不要浪费 浪费肉而已 刚刚文涛提到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人的这个结构啊 它其实不是为肉设计的 因为我们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肉啊 在肚子里面其实消化非常的不好 研究报告指出 这个肉食动物的胃酸呢 是人类的20倍 20倍 很强的胃酸啊 那么我们吃肉之后啊 因为很难消化 所以我们的胃呢 必须要大量去分泌 大量去分泌 再分泌更多的胃酸 造成胃溃疡 因为它消化的肉也伤害了我们的胃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呢 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呢 我们跟这个我们的祖先比起来 我们吃的肉大量的增加 大量的增加 从很多的数据都看到 那么这么多的肉哪里来的 当然是养出来的 就我们的工业